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情况主任迈克瑞安略一号警告 猴豆跟沙拉热等地方性疾病的爆发正变得更加持久频繁 瑞安表示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干旱等天气条件迅速变化 动物和人类正在改变它们的行为 包括觅食习惯 结果通常在动物中传播的生态脆弱性疾病 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人类身上 瑞安认为 扩大这种疾病并在人类的社区内传播的能力正在增加 因此疾病的出现跟疾病放大因素都在增加 据报道 瑞安发表评论之际 猴豆病例在非洲以外地区持续上升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同一次简报会上说 自5月初首次报告以来 该机构已收到来自非洲以外30个国家的 550多例病毒性疾病确诊病例的报告 不知了 好的 傍兵 云 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